透过绘画创作,吴敏昕缓解命运家诸于身体与心灵上的诸多磨难 1952年出生的吴敏昕,生长在医师世家,但他从小就喜欢涂鸦画画 虽然一心想念艺术学院,但基于家庭的期待和压力,仍勉强进入医学院药剂系 最终他脱离家庭,从爬电线根、洗发电机等零工开始 在这段自我放逐的生涯中,虽然幸运遇到生命伴侣,但也穷到拍不起婚纱照 婚后夫妻俩共同经营花店,逐渐改善生活 吴敏昕也在顺花的过程中,目睹当时刘其伟的七十个展 刘老朴卓的风格,及自学出身的创作历程,再次点燃吴敏昕的创作之火 于是全心投入艺术之路 吴敏昕的创作随心,同时具有强烈的风格 她的人生充满戏剧性的跌宕起伏 身体和精神都曾多次遭遇重大打击 艺术创作也曾因此速度中断 幸好妻子始终坚定地扶持她度过难关 吴敏昕把这些刺激,转化为创作的元素 与自己的生命经验结合,衍生出题材多样的作品 她透过绘画,缓解生命加诸于身体和精神上的诸多磨难 并由此找到新的出口 十方新闻记者,赖伊荣台北采访报道